好的首先我們當然要開啟這個Smart App嘛 不過我們今天用的是試用版啦 OK沒有關係 反正最後只是在生成的部分 你生成出來的這個檔案有沒有這個 可不可以生成跟後面有沒有那個浮水印而已啦 OKOK 好那反正你如果覺得好用就再去用這個正式版啦 那打開進來之後會長這個樣子 反正呢沒有差別 他只是叫你選iPad或什麼什麼Android 其實真的沒有差 反正我們就是按確定 他到時候自己會幫我們處理 依據載具的不同 生成的時候還可以選一次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開始打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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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原始檔 因為你還是要原始檔這個做好嘛 對不對 OKOK 好那我們呢就開始 按這個最左上角 左上角這邊有個打開 打開呢我們去找一下 這個已經做好的一些這個 這個這個怎麼講 範例的原始檔啦 OKOK 好那我們呢就選一下這個 藍羽為旅行 這個這個原始檔其實 你說老師那我要做其他地方怎麼辦 那要做其他地方那你就要自己去用Photoshop 或是PowerPoint 就是先做一個基本的這個底圖啦 你知道嗎就是做圖案 來我按一下開啟好確定好先把它開 就做像這個樣子啦 這樣懂嗎 其實只是因為我今天為了講解方便 所以當然我用這個已經現有的素材啦 好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全新的APP 這個你就要自己去用這個 繪圖軟體啦 或PowerPoint啦 好先做好存成PDF 其實PDF也可以啦 OK好那其實我們就已經看到了 這個打開以後你看這個老師提供的 已經看到這樣的除了啟動頁之外 沒有空白那剩下的我們好像都已經 內頁都已經有了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插入啟動頁 所以在這個略縮圖的地方啊 我們點一下這個啟動頁 它會顯示這個紅色框 紅色框啊 欸這是白白的東西沒有 那沒有的話我們要插入 好所以這裡按插入 插入什麼呢 我們來插入一張圖片來代表吧 好那我們插入的圖片 我們來選一個背景吧 好這個藍語的背景相片 按開啟 好這樣子我們就插入一個 美美的這個啟動的這個頁面了 好OKOK 好這樣可以嗎 當然啦你可以從這裡再繼續怎麼樣 這裡再繼續去調整齁 但是我為了講解時間方便起見齁 這裡因為我 好比說你本來插入的頁面沒有那麼大 那就可以你看好比說本來這樣小小的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怎麼樣 好去拉大一點齁 拉到你想要的 或是從你如果覺得拉的不精細 就可以從這個基本設置開始了 OKOK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插入的是這個橫幅的這個文本框 因為不然你看到啟動頁好像沒有任何的東西 好像蠻奇怪的 對不對 對不對齁所以我們要在這個相片中間 插入一個叫做好比說蘭語的微旅形 好這樣的這個字眼 好而且加上一些這個背景顏色調整透明度啊 呈現這個文字的質感啊 OK所以我們一樣在插入的地方啊 我們就按這個這個 這叫什麼文字 好在文字的地方按一下 文字的地方按一下 那我們要插的是橫幅 橫幅的文字框 所以你看這邊就有了 對不對 橫幅的文字框 那橫幅的文字框這邊 這邊就可以開始怎麼樣 可以開始這個這個 輸入了 那我們來就就來輸入一下這個 藍語什麼 微旅形 好多字喔 藍語 藍語 好然後呢 好弄個這個符號吧 感覺弄個符號好像就提升了不少對不對 微旅形 好 那微好像打錯了 不過現在字好像看起來就怪怪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要稍微編輯一下 因為現在字都黑的嘛 對不對 微是這個微 微小的微 好OK 好這樣子 好OK 好那這樣子呢 我們現在是不是開始要來編輯它了 所以我們再按編輯 這邊有個編輯頁 好編輯 那編輯呢 我們就稍微去找一下看有沒有 比較這個合適的字型 好我們把它mark起來 好在這裡你看 好我們可以找一下比較合適的字型 欸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字符和這個 微旅形的樣子 好 其實我的電腦上好像沒有什麼字型可以選 可以選好吧 那不管了好我就選這個正黑好了啦 我就選正黑啦 好OK 然後呢這個大小呢 稍微 呃 這個要不要很大呢 好 沒關係 這稍微放大一點 微旅行 欸這個旅 旅打錯了 樂與旅 OK 好因為剛很小的時候看不到 好這樣 好這大小 或是你稍微可以再怎麼樣 再大一點點 好看你啦 好看你的這個感覺 好那你如果72已經沒了 你可以弄成這個80 直接輸好這樣也可以 好這樣也可以OK 好那這樣可以 或是你其實可以 有 有人會故意把它怎麼樣 整個把它怎麼樣 拉大 好拉拉一幅 在這邊 好這樣也可以 好就拉一幅看你 好就是 呃怎麼樣的編排是比較 比較好的 對不對 好怎麼樣編排 可是我覺得這個 呃色彩好像就是 不太好看 對不對 好你你不覺得嗎 好這個色彩好像不太好看 好拉我覺得把它 呃弄到右邊好了 好這樣子 好那至於色彩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弄個這個 呃白色 因為這個黑色感覺就是 怎麼樣 很很重 對不對 好很重 好那我們弄個白色好了 好你看這樣好像 可是其實這個字型呢 我也覺得不好看 好如果你有那個什麼 呃手寫體有沒有 好是不是這樣子 是比較好看一點 好如果你有手寫體的 這樣這樣可以嗎 哈哈 OKOK 好那可是 我覺得這個白色好像在照片上 好像沒有怎麼講 沒有很這個 呃凸顯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弄個什麼 文字的這個 呃這個背景框 好邊框顏色 好稍微 稍微這個 好稍微你看擺個 邊的這個感覺 對不對 然後呢 背景的透明度 我們稍微 好加一下 你看好這個可以加一下 有沒有好 再加一下背景透明度 所以背景的填色 好你就看 呃填 不要那麼重 不要那麼重 這樣好了 好還是 呃還是本來 嗯 好啊這個太太太多了 好對不對 好太多了 OKOK 好 呃我來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真的 要小心了 好 好那我們就填這樣好了 那透明度呢 好 好這樣 一點點 好這樣一點 讓他還是可以透過了 好這樣大概這樣 這樣OK嗎 好所以從這裡 好按一下這個 有沒有這個地方 好同學可以選選看 好稍微去去運用一下 好去稍微編一下 這個啟動頁跟他的字型 好那大概就這樣囉 好我們啟動頁就這樣 同學開始動手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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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